最近很多大陆的有钱人恐怕都挫了蛋 就是因为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最近一连串的政策是先砍首富 然后再对高收入户者来开闸吗 主要是因为中国大陆最近的整顿风波不断 那么尤其最新是传出了 之前这个轿车龙头滴滴出行 是再度遭到了约谈要求被整改 否则就会强制下降 那么现在传出了习近平的下一步 就是要来监控富豪 尤其他在中央财经会议当中就指出了 要达到所谓的共富论要进一步的强化 就是要调节高收入族群 而达到中产阶级的共同富裕 所以这消息一出上海A股整个是大逃杀 超过3800家的公司 股价全部下跌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期扩大整顿 先生将大刀挥向科技龙头 最新消息传出滴滴再度被约谈 若整改不到位得要下架 再一刀挥向补教事业 华尔街英语创办人甚至抵押房产旧公司 现在下一个目标传出将瞄准富豪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四会议强调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统筹做好重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 在中共中央财经会议 习近平下令整顿高收入族群 要对富豪进行调节与规范 鼓励他们多多回馈社会 实行真正的共同富裕 习近平带领下的中国一直在实行均富 过去富可敌国的企业家 现在资产都缩水 前一波整顿下 许多大陆富豪财富报减 减少最多的是电商拼多多创办人黄真 资产半年蒸发235亿美元 约6600亿台币 排名第二的是农夫山泉董事长钟闪闪 减少118亿美元 其他像是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 小米创办人雷真等 财富也减少50至60亿美元 你的声音就像蚂一样 你被残死是非常容易 事实上中国大陆过去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确实让一些企业家富到难以想象 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 腾讯创办人马化腾都是代表人物 眼看后面人跟不上 大陆开始加强宣导全体捐富的概念 除了规范高收入族群 也加大社会保险取缔非法收入 要扩大中产阶级群体规模 中国大陆此次监管不止引发港股重挫 更让外资上演大逃杀 甚至多家机构纷纷下调第三季GDP预测 随着监管范围扩大到富豪 带来的冲击恐怕也得再扩大 东森财经新闻许时珍客黄民总和报道 但是这个黄民总的都不蛮